2.5米线高近啊呦 好我们下车去 看有什么呲的 哇在下雨 这边看着有个水龙头 不知道能不能加水 应该是可以的 这水流得太细了吧 可以应该是可以 这水流点细 可以加吗 有水 吃点啥 车锁了吗 种水果冻子 哇的天 我要吃 康师傅牛肉面 原本是要进来这边去买一个 牛肉面的 但是我看这边好像实在挺不错的 手工水饺沙锅牛肉面 河南会面竟然还有 开了一个小时车才开始吃早餐 刚刚阿婷去下边去买了一个这个粽子 肉粽还好吃 然后我们要泡个面 好久没有吃泡面了 这个泡面 时间长了不吃还有点小 但天天吃又不行 好水少点 比较喜欢味浓一些 但是买的时候没有注意 它竟然是统一的红烧牛肉面 应该是买康师傅的吧 面还在泡吃 我们来先吃个粽子 粽子是肉粽 哇好像夹到一块肉在这儿 嗯还可以哦 还在下雨 但是我们已经吃饱喝足了 看那边 准备要出发 啊 啊 滑通 吃完饭继续出发 离目的地还有65公里 今天跑的比较久 因为路上 雾比较大 大家跑的比较慢 嗯 梦境说飞转下 终于 才51元 啊才51元 今天感觉开了好久 啊50.35 这个估计的费用还挺准的 今天主要是雾大 所以显 就感觉起来开了很久 下了高速这个一直在走 这是村道吧 但是 雨还是在下 我担心我们到那个地方之后啊 这个雨是不会停的 哦 我们现在正在经过黄河 小浪底工程 然后左边的水又有点黄黄的 右边的水是有点绿绿的 这可能是也是跟近期下雨有关系啊 好多车都停在这个上面不知道是在做什么 而是在观景吧 大雾什么都看不见 下雨可以不要有雾嘛 真是的 我们现在就在往这个小浪底 这个国际饭店在走 开了一天车到达目的地 这个地方住车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要稍微把雨棚拉出来点 不然的话 这满呀什么的都要淋雨了 可以 这边是可以看到黄河小浪底的 但是现在在下雨 我们不知道今天或者明天能不能看得到 就在我们的这个方向就能看得到 不管了我们先上车吧 开车的时候一路上过来很颠簸啊 顺便进来收拾收拾后边颠倒的东西 我的天 这个东西怎么会垫下来 趋蚊子 跑的充了95%的电 充到95了 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是80% 所以电应该是足够用的 把我们的摄像机拿过来 水杯拿过来 手机 等会再热点水泡个茶 茶要泡一下 我把这都拿过来迷牢才能过来 是不是迷牢啊 逆扁器打开 烧个水 哎呀 好渴啊 60度啊 等等吧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开车感觉特别的累 我 我要上车稍微躺一会儿 手机差点磕在窗上 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再起来 我给他了 我给他了 看 他都没了